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抵赛后强调 说真的 有人打平对我们真的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落后 我们的目标不变 当然我看到了一支不断成长的球队 对自己的打法深陷不一 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 所有的球员都想证明自己 但龙化不可避免 毕竟我们这个赛季的任务很重 如果说罗马主场搬船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那么有人一比一战平热那样则让人对于一家争冠悬念重新产生了憧憬 在意大利没有绝对的强怼 就如米兰体育报评论道 有人也是人 也会犯错 起连惯中他们同样犯过很多错误 但阿莱格里的强大 在于他总能在犯错后立刻纠正 当然 我们也要表扬那布勒斯 他们在有人犯错后立刻做出了强势回应 人本以为因信念的缺席会给球队带来影响 当然些落地证明了自己和前任萨里不同 至少目前为止 他手下的20名球员都可以首发 和萨里此前最多10次人踢球的情况 相比有了极大转变 这就是阿帅的强大之处 让人真正看到了这个赛基纳布勒斯多线作战的竞争力 不过老实说 连在才刚刚开始不久 说 什么都为时尚早 但我们必须承认 这个赛基纳布勒斯 的确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也让一甲悬念同生 球尼队安切落地的期待很多 希望看到有球队可以和尤文竞争到最后一刻 为了让一甲更精彩做出努力 接下来几场比赛对纳布勒斯非常重要 下周中欧挂客场挑战安帅老东家大巴黎 然后回到联赛主场 面对本轮翻船的罗马